在观无量寿经里面说 念佛之人 无量寿佛化身无素 于观世音 大世智 常来至此行人之所 无量寿佛化无素化佛 还有化观世音菩萨 大世智菩萨 经常到宿佛世界来看望我们 一天来看一千遍 好不好 他来看望 有病有脑否 身体健康否 家庭有什么困难吗 心里有哪里不舒服吗 众生安乐我安乐 众生苦恼我苦恼 晚上我们睡觉睡着了 他也跑来看看 被被子借开看看 我这个念佛的小宝宝 长得不错 信心在开发 念佛在进步 他最近还有点业障 他现在心里面有点动荡 我要加持他 所以有人 老师最近两天 师父 我生病了怎么办呢 这里疼哪里痒 师父 我孩子 女儿 儿子 他们家庭不方便 生活又苦恼 身体生病 怎么办呢 哎呀 真的 我听到大家讲话 我非常希望能像释迦佛一样 马上有神通道理 有无量慈悲 能解除你现前的苦恼 可是我呢 和大家一样 也是一个生老病死的苦恼凡夫 我也在为我的身体生病而苦恼着 我哪有办法告诉你呢 我办法也是有 就是念佛 佛告诉我们呢 这个世界苦恼不堪常住啊 我们为什么要念佛 不是为了求身体好啊 身体好了你就不想去了 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 活一百二十岁 身体健脑 还是无常 所以这一切呢 正是我们的觉悟之本 不要迷没在这里边 学佛念佛 就是痛切地感受到 我们有种种的苦恼 不如意 所以我们才呢 恃求离开这个地点 往生到无忧恼处 所以我说千不该万不该啊 不该你跑到五周二世来啊 你既然来了就没有办法了 我也一样啊 那我们怎么办呢 像维提西夫人一样 唯愿世尊 你告诉我无忧恼处 我当往生 不乐此严福提 作恶事也 我便在这个世界待了 只要在这里待 那就是呢 苦恼的 就是恶毒的 恶人恶身隐满 愿我未来不见恶人 不闻恶身 所以大家要有一种 一刀两断这种 要有这种这个神情意志 就跟着作博世界啊 我一心就要验射它 没有任何半点的安乐 让我呢 这个可以留恋的 当然身为凡夫 身体又病老了 家庭又不如意了 难免心里面起这个种种的情绪感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要回想到说 我今生不如人 身体也不如人 家庭环境也不如人 子女也不如人 自己也不如人 说明呢 我过去业障比人家重 那我业障比人家重呢 我更要靠 南无阿弥陀佛 我更是阿弥陀佛手上的这种 所谓大悲于苦者 如来 大悲于苦者 心偏凛念我这个罪业众生 我们在人世间 找不到一点点温暖 太阳虽然热烈 但是温暖不了我这一颗冰凉的心 唯有阿弥陀佛的光明 让我感到温暖 让我感到欣慰 让我感到安乐和安慰 所以呢 由自己的苦境 而来称念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苦苦恼恼 很苦涩的心里边 念出来的佛 是很乏喜的 我们苦着脸念佛 也是很乏喜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就是因为苦才念佛 哪里有那么欢欢喜喜 蹦蹦跳跳的 今天赚了一百万 明天又赚了更多 身体健康 子女孝顺 要名有名 要力有力 什么都有 你叫他来念佛 拿鞭子打他 他都不念 拿铁链套他 他都不念 就是说被五于六成 这个所迷惑住了 所以善导大师不讲吗 六贼六根六十 这个六根六成六十 五因四大就是贼 他在欺骗我们 群贼诈亲 我们就为他呢 照顾他 体谅他 扶持他 一辈子啊 就来为他奔忙 为他呢 操心 结果最后呢 他把你拽到 沿路往那地方去 所以现在呢 看破他 身是苦本呢 老子也讲了 无有大患 唯物有身 为什么苦啊 因为有身 只要我们有这个色身 存在这个 在这个世间 我们既然还是凡夫 怎么会说 没有苦恼呢 所以有人就问师父 师父啊 你看怎么搞的 我怎么生病啊 你怎么不生病 你又不是观世音菩萨 对不对 我们当然有评 师父啊 我念佛怎么还生病啊 都怪你念佛了 你要不念佛 现在不知道到哪里了 这个前两天 有一位年友啊 他跟我们法师啊 在讲 他说呀 我那天啊 上街呢 我说我也是念佛的 他怎么搞的 我怎么这个车给我撞了 给我撞飞多远 然后我这个腿上啊 拿了这么大一条口 他说我念佛 怎么也出了车祸 给车撞了 那法师就告诉他 哎呀 真亏你念佛啊 如果你不念佛 老命都没有了 所以我们本来这个定业 你这个业力里面 肯定有这一节 有这个车祸 因为你念佛的缘故呢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你不能反过来怪罪说 我念佛怎么也撞了车祸 那不念佛的人 就不出车祸了 大竟然很多啊 所以那么大一个车祸 六七岁老太婆 没给你撞的粉碎 你还像玩空中杂技一样 还能够老命减下来 这个不是佛力加持 不可能的 所以应该感恩 感恩这个我们人呢 累积一来 业障非常深重 无量无边的罪业 就是下刀山地狱火海 都不足以偿还夜战 我们身体受一点点病痛 就怪说 哎呀念佛不灵 如果念佛不灵呢 等到言论往那地方去 就告诉你了 什么叫做灵和不灵 你在世界不开悟 到我这里来 让你开开悟 大家不要抱这个抱怨心 而退堕 因为我们恶业太深重了 然后有的人呢 又来请问师父啊 他呢不是师父告诉你呢 不管是哪位法师 他都是一句佛法的教理告诉你 按照你 请你呢能够如法修持 我们念佛 为什么可以说 消灾免难 为什么可以呢 解除这些现身的困障 因为念佛呢 消业障 增福报 这是一个不变的定律 念佛 佛有这个无量的功德 那么有功德呢 就可以消业障 业障消除 自然呢就有好转 自然呢 功德增长 福报增加 你自然身心环境都有改变 这个是不可改变的定律 你还有什么 觉得有所不足的呢 所以上到河上讲了 除非你不置心 你不归头阿弥陀佛的救度 那这样 就是自己内心里边 有障碍 跟阿弥陀佛不敢于道交 有障碍 有障碍 在这个地方 有障碍 有障碍 有障碍